我去我去 根本堆不上胶的 我点一下试试 点它也堆不上 看下这个咖啡能不能堆上 我点一下 今天我来聊一聊iPhone的13 Pro 以及我用了还不到一年的 iPhone的12 Pro Max 我为什么要把它换掉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数码up主的一些测评 和上手使用的视频了 我今天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我使用13 Pro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 我就从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场景 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拿到手机的第一时间就是 先把之前的数据转移过来 450G的数据我自己记着时间 传了3小时40分钟 算下来的话平均一个小时125G 速度可开心 其实我不算过分 因为我并不是每一代产品必须换新 之前基本上是隔一代一换 但是由于我用苹果的产品太久 以至于我已经习惯了 苹果的生态了 从2011年就开始用 苹果的手机和Mac 值得现在 一直都是苹果的生态 以至于我现在看到windows的电脑和安卓的手机 我就觉得 非常陌生 那苹果的系统 因为久了之后真的是太过于依赖他的生态 就好像是 陷入到了苹果设计的 舒适区陷阱 当你想要在某个设备 或者是某个配件做出改变的时候 你就要承受 很大的痛苦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的电脑 手机 平板 手表 耳机 等一系列 全都换成了苹果 因为 我们被苹果生态绑架了 所以说呢 去年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二手的 一加8T的备用机 以防自己以后变得 别的操作系统都用不了 那就麻烦了 就在今年苹果发布的那一网 我惊奇的发现 iPhone 13 Pro的那个蓝色 怎么似曾相识 于是我默默的拿出了我之前买的二手的 一加8T 一加WiYDS 首先说一下我平时使用手机的习惯 我是比较重度的手机用户 每天屏幕的使用时长平均在 8到10个小时 App的使用时长呢 前两名基本上没变过 第一是微信 第二是 bilibili 我们节目有不少的外景 视频都是用手机录的 所以我基本上买手机都会买 最大的内存 别问为啥 因为经常被微信提示 内存不够 我感觉半年后 这个内存就又撑不住了 那为什么没有选Pro Max 我发现啊 在我使用 12的Pro Max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手机 在手里超过一分钟 我就会下意识的 就是这样 甩手 掰手指 因为手指 就太酸了 所以呢 我自从换了Max之后啊 我就彻底的变成了用双手操作手机的习惯 那我还是一个手比较大的男生啊 如果是女生 那手上的持久力要多好 才能hold得住这么重的手机 我相信大部分人从Max 换成Pro 都是因为 尺寸太大 太重的原因 换成了Pro之后 我就瞬间有了一种 双手解放了的感觉 那你别看 Max比Pro也就重20多克 这20多克在手指上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你拿10秒 感觉不明显 但是你如果超过30秒 到一分钟 那这20多克 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电池续航 13Pro实际使用下来的话呢 不开省电模式 记不上 屏幕使用时长在四五个小时 电量就变红了 那续航呢 比我之前用的12Pro Max 短了大概 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呢 也能接受 如果开了省电模式啊 就能多坚挺一两个小时 因为 因为对于我来说啊 反正 下午到 五点六点 我得要充一次电 所以不管是Pro或者Max 其实都一样 好那接下来我聊一聊 拍照 和拍视频使用下来的感受 那我换13Pro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这个电影模式 那实际使用了之后啊 我觉得 喜悠餐般 因为我平时都是拍摄一些 咖啡 美食 或者是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实际使用了之后呢 我发现 这个电影模式只能拍人 很多东西都识别不出来 你拍物体 还不如就用正常的拍摄模式 那就比如 这个星巴克的美人鱼logo 它就识别不出来 那唐工艺小姐姐 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那小玩偶 只要是有人脸的那种 都可以识别出来 但是这个牛的玩偶 它就识别不出来 我用来用去 还不如就直接用 普通的视频模式来拍摄 另外呢 我制作咖啡的步骤 也是没有办法识别出来的 我去 我去 根本对不上胶的 我点一下试试 点它也对不上 看下这个咖啡能不能对上 我点一下 You get dressed I'm like a mess And you tell me to confess And you tell me to confess 微距镜在这切换 我感觉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 有点像视频里边 转场的感觉 有人觉得可能 不太顺畅和自然 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更容易的 能让自己识别出来 现在拍摄的这个摄像头 是已经切换掉了 那拍人的话 效果还算勉强OK 毕竟是算法出来的效果 所以说那整个背后的景深 根据不同的拍摄环境 是好 是不好 那边缘处的细节 有时候会有一点模糊 所以说 电影模式 它的环境 光线的要求 比较高 才行 我觉得电影模式在算法层面 需要改进 不然 用上的场景 真的不多 所以我觉得苹果这个电影模式 如果叫视频人像模式 会更贴切一些 那可能电影模式 听起来 更高级 所以相比我之前用的12 Pro Max的话 拍摄和摄像上面 在平时的使用场景下 是没有任何提升的 那另外 像登录游戏的话 基本无差别 好像12的Pro Max 比13还快那么一丢丢 帮游戏的话 在平时的设计判 在平时的视频上 在平时的设计判 啊 我不能接受 最后总结一下13 Pro的使用感受 相比于我之前的12 Pro Max 我觉得几乎是零提升 可能我也就是换了个寂寞 我觉得苹果的手机隔一带换一次 可能能感觉到明显的提升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气 我们下期见